属于就是山药 就是咱们说那个长条山药 他用那个属于煮熟了的水 给这个大病以后身体特别磊弱的人去饮用 然后说这个药能让人长肌肉 长头发 然后黑头发 然后就各种这种补义 我们查这个神龙奔扫经 说属于也是这么个功效 因为我们这代人是正经高中毕业 上大学受正规教育的 我们老是从分析 就是说山药里面有什么 山药是动物的一个快径 植物的 植物的 根基叶花果实 它连种子都不是 所以它里面特点就是 淀粉含量高 蛋白质含量很低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 分解出来就是糖 你说身体长肌肉 它是要有脂肪 要有蛋白质的 你这个属于 怎么能够提供这个 我就觉得对这事就存疑 老是觉得这事有点夸大了 后来上临床 自个儿给人看病 然后慢慢的去临床实践 发现它确实是有效的 后来我就想 它到底问题出在哪 后来发现 你喝属于饮不是直接让它长肌肉 你喝属于饮是先培养肠道菌群 是给他们吃的 它算酵母 它就是等于像 原来我们培养这个细菌 就做一个培养米 培养米里面有这种穷脂 肠道环境改善了 健康的菌群有了 这时候你在喝完属于 你再吃点酸奶 然后你再去吃五穀也好 吃肉也好 这些肠道菌群会化腐朽为神奇 就会帮助你转化成你身体的精血 然后你的身体开始变得丰满 变得充盈变得壮实 所以通过这件事 我就想 就是老年人身上那个气味 其实不是他本身的味道 其实跟他身体的各种 寄生在他身上的各种这种菌落有关系 因为我伺候过我爸 我就发现我爸在生病的时候 他排出来的那个变 大便的味道 有时候他大便干燥 我们还得当然手道去帮忙 帮忙 那个味道就是恶臭 是臭是恶臭 我以前也讲过 就是说以前咱那种公共厕所叫汗厕 就是有一个大份坑 然后这大家的排泄物都在里面 但是那种粪便经过发酵以后 是一个很好的肥量 是吧 我也讲过用它去防止那种搬运尸体 时候种的那种邪气 或者叫尸毒 而且有北京话说 那个那种公共厕所 那个味道叫正味 什么 正黄 正黄气 正蓝气 正味 那个正味 其实就是健康的肠道菌群 应该有的味道 它不是恶臭 它是臭 所以中药的 他们很多人攻击中医 说 你们居然把这个甘草进到粪坑里 然后把这个药给人吃 我告诉你 那是最高级的分辨医植 是吧 是把那种气味带进去 然后吸引更多的健康的肠道菌群入住 然后肠道环境改善 那人的身体才会改善 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愚昧 人家搞分辨胶囊 分辨移植 就是科学 太可笑了 我在某一个群里面 这个群是一群对中医还不那么抗拒 但是主要是以菌群 微生物 干细胞 基因 这一群科学家们搞的一个群 他们最近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肠道菌群 但是的的确确 你刚才讲的很有启发 菌群是一回事 让菌群活得更好 是另外一回事 它层面不一样 对 刚才你说到的 除了这一个之外 还有一个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对 常常温度低了就不行 我最近认识一个大夫 他就用一个方法治病 就是喝不同温度的水 不同温度的水 不同到什么程度 零度的水 不 基本上二十多度以上 但是他有一套完整的测量 和变磁的方法 他并不是说 他以此为奇 而是说 他说这是一个 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这最便宜 是 他有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 这些年 我自己在观察的时候 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中医是从物理学的维度 更多的是从物理学 你也是维度 去看病的 看身体的 比如说物理学的参数是 温度 压叉 压强 电信号 这些都是物理学的名词 所以我认识很多搞物理的人 反而很喜欢中医 我相当喜欢 刚才你说的一个物理的话 我有一个大学的师弟 跟我妹同学 他现在在中科院纳米所做这种首席 他就研究在纳米程度上的身体里面这种各种物质的变化 他就发现其实是一个物理变化 为什么 体液流动 它是个液体 然后它是个粘稠的液体 它怎么从 在没有那么强大压力下 从一个粗的管子 到了细的管子里 然后又从那种细的管子里 生成到细胞里 它靠什么 它在研究这种 其实叫流体力学 对 是吧 所以他的结论也是 就是中医其实是个物理现象 他跟我讲的 我觉得最牛的一个东西 他就说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面的抗癌的药 化疗的药 用到活体人的身上 基本上失效或者是半效 他说是个物理问题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药 是固体坚硬的培养米 而到人体里面 它是柔软的软组织 就从这个支撑的药物的这种力学角度上 就改变了它的药效 是个物理现象 所以我相信以后可能是一群 对中医也认同的搞物理的人 从信号学 从微电流 甚至从其他很多他们的领域里面 去和中医经济结合之后 也许能够发展和寻找出一些更多的 可交流对话的 我甚至感觉到 就是下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就是这种从物理这方面入手 研究中医的一帮人 会得出一种既有实用性 又有这种基础理论的拓展性的这种成果 是很有意思 最近我在看一本书 就是生命与物理学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讲到了生命和很多的物理的基础特性 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在这里展开了 今天和各位同学一起学习了 或语不争 与时变化 我们下一次 再从尊责千千开始聊 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感谢邱老师 谢谢 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洞见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这里是国学堂 我是小梁 对面是熊彬薛老师 薛老师你好 梁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 皇帝内经通天篇 上一次讲到了与时变化 我们如何在君子 阴阳平和之人那里 看见他如何把时间 作为一个变量 引入到他对世界的看法里 今天继续讲尊责千千 再补充点吧 变化化 变化化是有区别的 好 我们学山中学学过叫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对 是吧 你把一块铁 然后融化了 变成了液体 然后再打成各种刀具 它还是铁 对 这叫变 对 然后呢 你把铁 生了铁锈 是吧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二氧化三铁 或者是三氧化二铁 它就叫化了 对 它就成了另外 化水 化学 对对对 物理学和化 对对对 前面那是物理变化 后面叫化学变化 所以我们叫与时变化这个事呢 大家说一句话就好像过去了 这里面其实包含的内容很多 第一 时 时的变化 比如说四季 或者原来我们叫五季的变 然后你随之去变 穿衣服的针结 然后呢 体内发生的各种反应 我们叫春生 下长 然后长下叫化 然后秋收 东长叫生长 化收藏 是吧 这种化呢 就是说你不能说是 梁山坡追来之后变成蝴蝶 那不叫变成蝴蝶 叫化蝶 是吧 这种化呢 就是其实更高级别的生化 是吧 一种无形的 你是个有形的肉身 诞生出了很多无形的动作的变化 或者是能量的变化 或者是情绪的变化 情感的变化 还有思想 是吧 所以这都叫变化 而且与时变化呢 有两个条件 一个叫顺 顺应 一个叫和 什么叫顺应呢 就是他冷了 我就收藏 是吧 然后他热了 我就去发散 对 这叫顺应 但是到了极限以后 就要出问题 你发散太过 你会中暑 对 你冷得太过 你会冻死 对 这里面就引入另一个叫和 叫硬 和 就是和就跟你不同 反正来 热的太厉害了 我得降降暑 防暑降温 是吧 冷得太过头了 我生个火 盘个炕 我去取暖 所以与时变化里面 不是说一味的 就是 跟着走 而是在他的变的过程中 去找到自己最舒服的 那个状态 对 这叫 我们叫调和 这就 在讲下一句之前 我就 补充 这么一个状态 对 好 就与时变化之后 就是阴阳和平之人 尊者千千 就说这种 阴阳和平之人 被人尊的时候 表现出来 是千千 就是这句话 是这么解释 因为他 这么随和 这么宛然 宠物 是吧 让别人跟他相处 又这么舒服 是吧 就很容易被大家 供奉到 或者是摆到了 放在了一个 很高的位置上 尊蒙 是吧 被人敬仰 被人尊重 被人奉承 是吧 各种的 受人拥戴的这种 情况会出现 但是他碰到这种情况 以后 他表现出来是千 千是一个卦象 对 千卦 千卦 六遥阶级 对 千卦的卦象是这样 叫山隐地下 就是真正的高山洋指 就是应该在地面上隆起 空谷藏风 然后让人 仰头观望 这种 我不知道你们 有什么感觉 我见到 那个山的时候 高山的时候 我尽管离他很远 但我能感觉到压迫感 我去那个 湘根 湘根先到卢之湖 转一圈 坐个船 然后 走到外面 就能看到富士山 其实离得很远 但我能感觉到压迫感 可能跟我骨子里 悲观意识有关 我老觉得有危险 所以这种高山 给人的感觉 第一 让人抬头去仰望他 第二 高山 自带的一种气场和气势 势就是 势能 势能就是没有 迸发出来的那种 蓄积的那种能量 给人压迫感 而千卦 最有意思 他是高山 但是他隐在地下 所以就要钱 就是我有能量 我有蓄积 但是我不表现出来 不给人构成压迫感 控制感 不让人不舒服 所以这种人 阴阳和平的人 最大特点就是 被人遵的时候 表现出来是 浅浅 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我碰到的越厉害的人 他越有这个感觉 这真实 那是真厉害 是吧 那是真厉害 不管在商界 政界 文化界 反正我认识的 我所狭隘的世界里面 我能见到的 你这 您这有 尊责千千的范 不是 您听我说 话说完 就是呢 的的确确呢 我碰到很多 以前 就是说觉得 特别高山扬子 觉得应该是 很能量很强的人 你真的在他身边的时候吧 真的很舒服 而且呢 他是很自在的 很天真的 他也不忌讳自己的 这个不懂的地方 我后来观察 为什么他们这样 我后来发现 主要的原因 对照自己以前 或者现在还有的 有些时候 拿的那股劲呢 本质上 是因为 自信和不自信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事 我常常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家里面 其实很有钱了 一屋子的喝嘛 这样子 你这个时候 你背了一个 班尼录出去 你觉得班尼录 这个顺手 这个时候 你看见一个人 拿了一个LV 在你面前晃来晃去 如果你家里面 没有这么大 一房间的 Hermers的时候 你看见拿LV呢 多少 你会觉得说 这个拿LV人 真讨厌 长那么丑 还拿LV 但是 但是如果你有了 你看这个人 在你面前 很炫耀的时候 你只会充满同情 最多是同情 你不会参满厌恶 你也就不容易 反正挺好看 而且真的挺好的 你也挺欣赏 但是也不会对自己 拿着一个班经录 会怎么样 所以不管你表达成 什么样子的时候 它背后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不出手 则已 一出手 灭了你一点 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不出手 没必要 所以一定是有 才会有千千的 真正的千 一定是内在里面 充分的 我的观感是 这种人之所以 表现出来千千 是因为他见过 更高的事 当然 很难想象一个 自认为天下老子第一的人 会表现出来千千 这话就不成立 对 对吧 他都认为天下老子第一 怎么会表现出千千 他不可能是千千 这种人见过 同意 是吧 见过以后 然后再见到比他低的山 或者是甚至是沟的时候 他也不会通过鄙视别人 来达到一种自我满足状态 这个人只要说是在跟别人比 然后通过贬低逼人 或者是总是忍不住要贬低逼人 这个人基本上肚里没啥东西 我还发现一个情况 你会吧 有一段时间呢 经常有一些挺优秀的人 就是非常大高能量的人 对我也蛮蛮好的 我一直产生一个错觉 我觉得自己不错 后来发现呢 这是人家之所以成为高人的原因 就是他有一种能让你感觉到你很不错的这种能力 而且还有一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大成就者 是因为他几乎能从所有人身上吸收到他吸收到东西 这种人他能够在每一个人身上学到他就能学到的东西 所以他不是别的 他真的发现了你身上那么一点点的好的东西 他也觉得特别好 我发现一个事就是说人一个有健康的人或者心气比较足的人 他有保持足够的好奇心 好奇心什么 就是探索未知 对 为什么探索未知 承认无知 你发现没有 对 然后跟他对立的一种状态人 就是跟他完全相反 他看任何事是挑毛病 然后我就发现别人的错 挑出别人的错 然后指责别人的错 然后这边就嗨了 他人生的快乐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他没有什么进步 他不可能有进步 他不可能有进步 对 所以我刚才那个观点就是 我把说完就是 之所以那些优秀的人觉得你好 不是因为你好 是因为他本身足够好 而且他因此他会越来越好 对对对 所以我们被那些优秀的人表扬的时候 不要产生错觉 觉得自己好 你应该从他那里学到一种东西 就是在世间万物的里面都保持好奇 并且寻找别人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这个时候其实就三人形的那个概念 你挑别人错的时候 其实是你把自己当成了一个高山 你觉得你有指责别人的资格和权利 是吧 定位就错了 你把自己摆得这么高的话 那就你这辈子 我们说你已经发展成巅峰了 剩下你就是走下坡路了 那永远觉得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 我听过很大一个大佬跟我说 他说我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好奇 有些探索和被人称为玄幻或者是神秘 迷信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种求知欲和这种好奇心 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心神心灵的一种表现 我原来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就拆我们家闹钟 拆我们家执行车 然后拆完了一堆零件装不回去 装不回去 就是好奇 我发现过了四十五岁以后 我就觉得这种好奇心就减少了 为什么呢 你换一新手机你就觉得烦 为什么呢 你还得学怎么用 然后你觉得把过去的什么各种 像不像程序再重新导过去 然后他有各种什么新的功能 什么你就 人一产生烦 其实就是一个精力不够的一种 代偿的表现 我就觉得 不对了 人老了 就这种状态了 所以判断自己 你哪觉得在抱怨 在挑别人的错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捞了 你的心气不够了 你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 这种进取的和探索的心了 所以这个千千的背后非常非常丰富 对 看见的是一个友好的界面 没有看见后面的复杂的操作系统 是高版本的不断迭代的可能性 对 还有一种更可恶的状态就是假装情绪 客气啊 就是请你这个辅证啊 请你批评指证 其实他的一真实意思 请你学习 请你好好夸我 夸的不到位还不行 假装谦虔虚 幸好现在名字已开啊 一个人是不是假装谦虚 很容易感觉到 我发现这些年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我再也不能够在我的生活圈子里碰见笨蛋了 是吗 对 我几乎已经 我统计了过去三年 我已经没有碰到过一个笨蛋了 那你就是尊者谦谦嘛 你老善于发现笨蛋的优点 他就是那么大一个笨蛋 你都能发现他的优点 真的因为互联网太普及了 你懂得那点事 谁没听过几句《黄帝内经》呢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不扭曲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黄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真的 我觉得信息抹平了之后 就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呢 在这一种的 好像大家都多少都懂点的时候呢 其实要保持一种警惕 这种警惕就是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 我跟别人懂得都差不多 你懂得我也懂 我懂得你也懂 但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手上 就是说的都差不多了 做出来差很远 那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现在知识付费很普及嘛 对吧 你花个199在喜马拉雅 买一会员 是吧 从金刚经讲到道德经 从皇帝内经讲到各种经 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成为一个口头禅的高级修行者 但是 与其那样 不如把一门书 或者一件事情深入做下去 哪怕你每天试着站半个小时 只要站着 都别说站庄这么高级了 站着 连赞一年 连赞一年 连赞 连副总统都选不上 还选什么总统 当年 他的选举的时候 敌对的人不是这样说他吗 就连副总统都选不上 你还选总统 是这么断句的 说回来 所以就是说 千千的 我们刚才讲到千千的背后 其实是有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 但是对于当今人来说 了解事情的广阔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大家都了解了 重要的是 你如何把这种了解 转化为你的日常的行为 也就要修为 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更高的一个要求 再引申一下 就说 我说了 他见过更高的山 然后呢 他 还有 他知道敬畏 对 就山背后还有东西 我这点修行 我这点成就 根本上不了什么 就知道山后面 还有个巨大的坑 对 就是还有坑 这其实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话 前面是本能反应 本能反应就是 我见过更高的山 我这点小山 根本不值得一提 是真的不值得一提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人完全知道 乌合之众 普罗大众的心理 如果你被人尊了 你不牵 你很快就会倒霉的 对 就是为了避免自己 跌进更大的坑 我就是装 我也得装千千 就是那个郭德纲老师说的 能人背后 有人弄 三外亲三 楼外亲楼 楼外亲楼 对 过来 老郭 太精妙了 我这太太佩服这个人 太精妙了 就是完全是 已经是很高级的 有点有点通道 通神的那种状态 他前有一段时间 说过一句话 我也比较冲动 他说谁没吃过屎 但是别嚼 不要咀嚼 不要咀嚼 不要回味 吃过一次就算了 老回味天天吃食 看我这招人 中国流行一句话叫 沿见他起高楼 沿见他 楼他掉 沿宾客 对 沿宾客 沿见他楼他了 大众的心里 捧你的时候 是这帮人 灭你的时候 还是这帮人 还是那帮人 灭的还更狠 所以那个 有个故事嘛 郭子怡 那是忠心之臣嘛 唐朝都快灭了 郭子怡出面 然后这个拯救了一个王朝 然后 被分为分阳王 然后自个儿的儿子 娶了皇帝的女儿 结果这儿子 不知好歹 居然把公主给打了 家庭暴力 然后郭子怡 又捆上自己的儿子 扔在皇帝面前 亲家面前 任由你处置 这其实是很高明手段 是吧 你别摆这样 你直接把他杀了 不就完了吗 是吧 去认错 最后 皇帝也很直劝 干嘛 是吧 但是呢 就分他分阳王上 然后就给他建王府 郭子怡呢 就去监工 监工就是说 说人家一个老头 你瓦匠 说这儿不平啊 那儿不好啊 说怕这墙不牢啊 什么 结果老头跟他说了几话 他说 我这干了几十年了 我只见过王府换人 没见过我盖的王府塌掉 一句话 郭子怡再也不追究这个盖房子的事了 是吧 这就是我说的一句话 大家捧你 大家尊重你 是一个状态 如果你把持不住就开始飘 开始狂 然后灭你的人 更大的坑就要摆在你面前 所以这是一种意识危机的一种感觉 吸涕弱 然后就是浅薄的人 或者是那种无知的人 对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预警的 就觉得我被人钻 我被人捧是应该的 甚至还觉得好家伙 我这还被你们捧的不够 是吧 而且人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被人捧一次好像还客气 第二次 就觉得好像有点道理 第三次 坦然接受 第四次 我觉得你们对我的评价还不够 是吧 我听过最逗的一个故事 是那个谁 就是那个写手机 那个哥们 刘振云 刘振云 他们以前那个作家圈里 都有一个流行的这个聚会方法 叫开比会 开比会就一群作家坐一块 然后就是互相这个 交流嘛 王硕这个人啊 骨子里是个很羞涩的人 是吧 这个我没跟他接触过 但是这个 马维都啊 跟他们都很熟 然后就是 就侧面传来消息 就是这个人很羞涩 然后刘振云 就夸这个 王硕 你这当代的这个文豪啊 你这构思啊 什么的 就是王硕就完全第一次被人跑 警觉 这家伙什么意思 第二次觉得有道理 第三次就坦然接受 坦然接受 所以这种 就是在这种 我们说逆境啊 让人怎么怎么 不好生存 我觉得这个事 一般人都能扛得住 是吧 没有吃不了的苦 只有想不了的福 所以这种 尊者千千 就被人捧 被人尊重 被人夸的情况下 能保持头脑清醒 的人 一般圣经都很足 他有强大的这种平衡 我们叫阴阳和平之人 对 捧你都是火嘛 火性沿上 是吧 如果你圣经足 那咱就压得住 就是太 圣水治得了命火 咱就太挂 是吧 平衡 而且这种被人尊的状态 会保持很久 甚至到死后 这个之所以有的时候 能够抽 那个保持镇定 其实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状态 是因为抽一感 就是说你能够随时 从自己的这件事情 里面抽离出来 你能从旁边来看见这件事 这为什么是佛家讲 出离心 就是说 那个罗素说过一句话 说一个人陷入崩溃的 主要原因是 其中一个征兆 是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很高级这话说的 就是你越觉得自己这个事 很重要的时候 你就越被他绑架 但是解脱的方法 就是你出来 你从旁边来看这个事 就觉得特别可笑 以前我们有个练习 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有个练习 对我来说帮助特别大 大学三年级的某一天 我们有个老师走过来说 来来来 你们都过来坐在那 然后他拿了一个摄像机拍 你总是站起来 走到那边坐下 然后把每一个人坐在那 站起来走过去 坐下来的动作拍给你一看 每个人说 我平常我做的那么难看 坐没坐向 站没站向 走没走向 连起立这个动作都那么 那么low 那么不优雅 那么猥琐 那么猥琐 比一猥琐 然后呢 就老师没有做任何事情 仅仅是让你站在旁边 像一个摄像机的镜头那样 看见了自己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特别大的影响 因为我这一辈子 很多时候 常常能够有一个 从别的角度 看自己的这个机会吧 因为工作的原因 所以呢 我特别能理解很多的那些 修行人跟我们说的 叫出离心 出离心的角色 就是你能够站在外面看 所以当一个人 能够局外的时候 大家能生会 他为什么能保持谦虚呢 他能够像一个旁观者一样 看到自己 别人捧自己的那个样子 和自己被捧的 那个嘴脸的时候 他一看正常人 都应该自然而然的 反映出来 就是平衡 是 你刚才说这个 就是咱们俩共同师傅嘛 张志胜老道长 那天我们二周年 这个后部中央二周年 那个庆典时候 那个黄剑给我发来的 一个剪辑的视频 就是一三年的时候 他带着我去到海南 拜见老道长 他拍的 我天 我当时就流汗了 我觉得我在老道长面前 坐没坐下 说话也 我完全厌恶 后来我说 黄剑你怎么不经过 我同意就给发生 我说你这 让别人怎么看我 这就是后来说 你抽离出来 看自己 抽离出来看自己 也就是等于说 站在旁观者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去看自己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张志胜 就是叫做六合之眼 就是说 他说 从里面 从外面 从上面 从下面 从过去 看现在 从未来 看过去 当你有建立一个 多元视角的时候 叫全息视角 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 任何一个事情 都不会让你 产生过多的判断 原因很简单 因为同样一个事情 在不同的视角 和维度下看 它完全呈现 不同的状态 于是 它产生的情绪 反应就 终被综合了 所以那种的平和 其实我觉得 它是因为 多维度之下的 和合出来的平衡感 还有一个就是 我说 站在旁观者 角度观察自己 是一个方法 但是 这个方法的 真正起作用的 还是人贵 会有自知之明 是吧 对 我们以前讲 黄黎勒金 上古天真论 讲以自得 以典于为物 自得为公 它演示出来话题 就是我不根据 别人的毁欲 来决定我 怎么处事 怎么自处 是吧 所以 尊者谦谦的 另一面就是 当别人贬低你 打击你 侮辱你 羞辱你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因为 别人那么对你 然后你就开始自虐 自残 自杀 你看好多人 过不了这个关 对 所以有人说 我这人没有敌人 那我得出一级了 那你也没朋友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黄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许文斌 一起发现 中医太美 如果你 做不了 尊者谦谦的话 那你被人贬低 的时候 你也不会变得 很庄重 或者很稳重 所以 阴阳和平 真人的 处事 自处的出发点 还是自得 我对自己有 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我不会因为 你们捧我 而变得狂脏 我不会因为 你们贬低我 而变得自卑 是吧 他那状态 还是稳定的 不过呢 忍者无敌 没有敌人的人 他不一定没有朋友 但是他可能朋友 比较少 我观察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 我很尊重的人 他其实没有太多朋友 因为他对每一个 他真正的朋友 他很看重 我认识一个人 他跟我说 我的心就这么点大 只能容下几个朋友 真装多一个进来 就得出去一个 我们开玩笑了 朋友圈满了 拉一个 他不是五千个 但是三五个 我开始很好奇 后来发现 他这样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自我保护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 没有太多朋友的时候 也不会太多 太多年组 但是他 他跟很多人都很友好 就君子之交淡如水 他并不是很浓稠 大部分的时候 他是独处的 但是呢 他的独处 他很愉快 这是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话题 对吧 朋友的前提 包括处恋人 处爱人 首先 咱们说健康 或者正确一个条件是 你是一个完全精神 人格 经济独立的人 对 如果你在这三方面 对朋友 有任何所取 对不起 这不叫朋友 对 对 对 再一个呢 朋友到什么程度上 算朋友呢 有过命的朋友 有稳禁之交 有这种 这个高山流水 是吧 所以这个精神层面上的那种 朋友是最高级的朋友 对 能向他暴露自己的缺陷和弱点的朋友 才是真朋友 嗯 发朋友圈 炫耀自个儿去哪了 还是做啥了 那不叫朋友 嗯 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我的病人 学生 我太了解他们了 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朋友圈的 他是另外一个他 当然了 那是经过灵魂美图秀秀的他 对 所以朋友 朋友这个事 真是我觉得 现在很难理解 什么叫过命的交情 其实就是那种精神层面上的那种陪伴 或者是那种和 也就是在你low的时候 人家能给你扶持 在你狂的时候 人家能给你泼冷水 是吧 是是这种 我觉得 没有爱就没有恨 没有敌人也不会有太好的朋友 还往下 尊者谦谦 谈而不治 是为自治 这很有意思 知道有个本书叫 菜根谈吗 对 就是这个字 他跟我们说 那个谈话谈 就是同一词 就是谈而不治 就是说 但是干嘛 不治 什么叫不治 这种人是绝对不会有 强迫性 强制性和控制欲 我基本上碰到人 全是这种人 就是控制欲 用酒妈的话里面 台词 那里面有一个台词 你一直在用你想象的儿子 来要求 他跟他妈妈说 是 对 你要的是一个你想的儿子 对 从来没想过我是谁 对 谈而不治 这那叫治 弄你 把你治理成一个那样子 是吧 谈而不治 是的 礼遇嘛 治水嘛 对 治的反应词是乱 是吧 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是吧 我们讲上宫治未病 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要治就要亲自要动手的 那谈是光说不练的 他这种人会给你忠告 会给你建议 但是绝对不会 符足于行动上 用各种强迫的手段去控制你 或者是去支派你 这个去强迫你 所以你跟这种人呆着 不是说他眼看你掉坑里了 他不说话 他会说的 但是他也知道你不掉坑 你是不会长记性了 你该掉就掉吧 这让我想起那个荣格说了一句话 荣格在他之前是吧 跟他的弟子说 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 连改变的想法都不要有 有这种想法本来就是错了 是吧 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改变别人的 有几种手段 一种叫无言的改变 就是言传身教 对吧 我也不会去说什么做什么 我就把事做到那 对吧 我受几个影响 我意识到的影响 第一 我刷牙疏口的方式 跟我爸一模一样 就是我从小看我爸那么刷牙 我就那么刷牙 第二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抽烟 我抽烟的姿势 跟我中学班主任一模一样 那会流行那个不带过滤嘴的一样 是吧 我就觉得我们老师特帅 掏出烟盒 那会烟盒不是容易压扁了吗 它外面还有个硬盒 有个硬盒 然后掏出来以后 在支架盖上 或者在烟盒盖上 蹦蹦蹦 敲那么几下 因为它那烟丝容易弄 对 散子 然后再叼到嘴里 然后打火机也好 火拆也好 点着了 我就看那种 朱自清写过一个散文 叫淡巴菇 淡巴菇就是tobacco tobacco就是烟叶的 翻译过来 他就讲这个抽烟 其实是一种仪式感 整个这个工作 做足了 你再奢侈点 你去雪茄钳子 加一下 然后再固定的 那个打火机 有一个清脆的响 然后再点起来 它其实是一种 自我缓解焦虑的 一种仪式的过程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 不是说老师手把手教你 它是 这叫一种言传声教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种一样和平之人 会以一种无言的方式 去做事情 去感染你 会给你提出一些建议 或者是指导 或者是忠告 但是他不会去介入 强行介入去改变 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 非常非常好的一种 跟人相处的一种方法 是的 就是这次过年 我看九妈那部片子 我特别大的感触 就是中国有太多的父母 很害怕自己的孩子 犯自己曾经犯过的错 所以就很努力的 要改变他们 越成功的父母 尤其是一些母亲 特别能干的 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 要把自己的孩子 快速的 让他上到一条道路上的 这种努力 为什么九妈这部片子 今年有那么多人 有共鸣 我发现很多人 都在讨论这个片子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普遍意义上 强势母亲和聪明儿子 还有一个温和父亲之间的 这种三角关系 形成了一个 非常普遍的 中国家庭人格 所以为什么 九妈这部片子 有那么多共鸣 他其实讲出了一个 比较普遍的中国现状 不光中国 外国也一样 可能外国也一样 咱们接触的少 因为我治过很多外国病人 有两个病例 特别有意思 我治过一个 04年 03年 04年 非典完了以后 我在车户庄 那儿有个陆治正 陆老 开了一个中医馆 叫三枝堂 陆老的女婿 正月期是我的 我们一块进修 学过英语 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她请我到那儿出诊 因为那儿环境特别好 青年公寓的一层 愁民起庆 打玻璃 然后就 我原来不是混地下室吗 结果很多大使馆的外国人 一传十十传百 都到那儿 去找我去看病 我治一个老太太 叫Paris 她就跟巴黎 那个名字是一样的 快六十了 巴黎辈田 她也来找我 说调咬她的身体 她第一次来 不是给她看病 她是给她妈妈看病 她妈妈八十 八十多了 然后我给老太太 检查完了以后 我说老太太没什么大毛病 可能就有点便秘 我说你有问题 我说你得来 然后过了一周两周 这个Paris老太太就来了 法国女人打扮得很精致 快六十了 就跟四十多岁一样 然后来了以后 就说一点 就不痛不痒的 说我这儿不舒服 那儿不舒服 我说不是 我说你有比较深度的抑郁症 我说完这话 那个病人就哭 然后我当时带了几个 印度尼西亚的学生 女生 我就让他们陪着 给拿着纸巾 让她就在真室里哭 哭了有二十 小半个小时 然后哭完了以后 就把我叫进去了 她说你说的对 我是有抑郁症 我现在已经吃了多少年的 抗抑郁药了 是吧 我没跟你说 你居然能看出来 查出来 那你就给我治吧 然后我就给她 你怎么看出来 我帮我们问切 我们有一套方法 是吧 所以在我们这套方法面前 你有抑郁症 假装不是 我能看出来 你没有抑郁症 然后说学生 我不想活了 活了没意思 我要去啥 我说别装了 该干嘛干嘛去 我们是有一套标准的 然后我也老太太治好了以后 当时的法国总统 好像是希拉克 希拉克有个女儿 是重度的厌尸症 其实也是一种抑郁症 然后是被关在 这个精神病的医院里 在做这种治疗 然后老太太就说 那次好像是希拉克 陪着夫人来中国访问 老太太就跟我说 就说 她说我跟总统的夫人说了 中国有中医 有中医大夫能治这个抑郁症 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推荐我 然后她又推荐了个病人 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 但是她是意大利人 她娶了个法国太太 然后跟她年龄差不多 也是抑郁症 这抑郁症表现就是什么 见到她八十多岁的妈的时候 还在哆嗦 你说她都快六十了 她妈八十多 她见到她妈还哆嗦 然后刚才说那Paris 她弟弟也是抑郁症 她弟弟是个画家 他们两个都共同特典 一辈子都没结婚 那个意大利的那个 大使夫人是结婚了 然后从这两个法国女人身上 我得出个结论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得意宇宙 因为他们俩共同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而这个强势母亲 你知道为什么 你从年龄上推断 这个六十多岁老太 零四年往前推六十年 他们儿童期是丈夫离家 德国人入侵的时候 丈夫不在 然后一个女人要被德国人占领 在巴黎或者在法国生活 要强势的支撑起这个家庭 她不得不强势 然后强势带来的后遗仗 就是对儿童心理的严重的伤害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 那个意大利那个大使的夫人 现在见她妈妈还要 还要多数 但是反过来 如果这个强势的是个爸爸 同样强势 他们会吗 强势的爸爸是应该的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是引申出来了 强势是一部分 归不归位 如果用家牌的角度 就是谁来做这个强势 对就是妈妈攻占了爸爸的角色 对母鸡私沉 而爸爸却 该攻击打名 你母鸡在那叫什么 对就是所以 他这个背后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序列上的 就是排序上的私慰 有一次呢 我跟那个李可老啊 就是师父呢 聊起来 也聊到抑郁症和这个自闭症 除了这个心理上的原因之外呢 他师父说呢 还是跟命门相火有关 他说呢 这个基本上还是阳气不足 这边还有个问题 咱们都讲杨家将 穆桂英 还有个著名的剧 叫十二寡妇征兮 发现没有 当十二个寡妇出征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什么样 当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 需要女人去上战场 那会儿北宋南宋是最弱的 对吧 弱的一个表现就是 居然让十二个寡妇 披挂上去去打仗 你们家男人呢 不得不要问这个问题 你们家男人呢 如果这个男人死了 是一回事 男人还活着 但是是个活死人 根本就担当 扮演不了 支撑这个家庭 强势这个角色 逼着女人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这个家庭 会是个什么样 他这个事情呢 我后来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从这个角度看 男人的缺位 导致女性的这个 不得不 不得不 反过来呢 就是有些女人强势的 导致男性不得不离位 它是个互相的作用的过程 以前有个张艺谋 张艺谋都知道 是著名导演 我告诉你 张艺谋是拿过影帝的 老景吗 老景 你看老景的故事 看过 什么故事背景 张艺谋 倒插门 倒插门女婿 倒插门 女婿是没有尊严的 而且我天天要强化这个 你没有尊严的感觉 是什么 就是你早晨每天起来 是要替你丈母娘 跟你媳妇倒尿盆的 这是法定的一个仪式 所以男人 你说一个整天 给丈母娘跟老婆 倒尿盆的男人 会有多大出息 从心理上他就垮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男人 是猥琐的 就那么个样子 我就知道他的神是 神明是暗的 心气是伪的 是吧 是那个状态 有一天我去一个 韩国料理餐厅 北京的 吃饭 他播韩国的新闻节目 我觉得韩国很有意思 在我想象当中 韩国也是小鲜肉 没想到 他那个新闻里面 就很多的 普通的大韩民国的 受采访的人 那个男人 很有那个气象 出发的时候 很有那个男人的气象 我又在想 为什么平常 我看不到这样的气象 最近这几年 偶尔在我们 我看到我们的电视里面 越来越多 有阳刚之相的男人 国庆阅兵的时候 还是很多 对吧 你还看到男人 就我觉得 这个民族 泱泱大国 还是应该 在屏幕里面 主流应该呈现出 一种阳刚之美 否则 他以后祸害无穷 真的 真的祸害无穷 这还是 这当然不是我们 讨论的范围 但最后 从今天这个话题 聊起 这个尊者谦谦 难而不止 不扭曲 不变形 道士无情 却有情 徐文斌 梁东和你一起 重新解读 皇帝内经 提升我们的 生命力水平 谈而不止 再说吧 就是那个 强盛母亲 很容易培养出 一种奴才的儿子 就是妈宝 这种妈宝 就是永远 成为不了男人 他的表现是什么 你知道 是什么 他娶媳妇的时候 第一个要媳妇 要孝敬他妈 你说这话 没错 人家站在高高的 道德制高点上 对吧 你要先去 但其实 其实他没有 独立人格 他是妈宝 什么叫新娘 你知道吗 新娘就是来 取代老娘的 你要娶新娘了 你还摆不平 这俩的位置 你就别是个男人了 你就别娶了 怀着这种心态 在娶媳妇 将来严重的家庭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我凭什么 不要嫁给你 这样的人 你还是个男人 这个问题 你在你们家讨论过吗 不用讨论过 我是亲历者 我是从那个状态 走出来的 所以现在家庭 幸福和谐 是因为我摆正了 这个新娘和老娘的关系 以前吃亏 就是因为 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自个儿不成熟 没有担当 所以一个男人 是不是总要 就是再结一次婚 才能够 不是 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一定不能成为妈宝 一个健康的妈 也一定不能让自己儿子 培养成自己儿的奴才 你说到这个事情 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在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有朋友跟我说一个事 他说 产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经济学教授 经济学教授 我记得那个是在中欧读书 然后呢 所以我就把这话记住了 我儿子出生那天 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 大概十年开一次 那天说得很清楚 我是你儿子 这个不是你儿子 这是你孙子 你有来探望权 但你没有控制情况管理权 从这一秒钟开始 他是怎么样 由他妈来说了算 高级 就是 后来我妈就再也没有 就是他从第一秒钟就断了 对孙子的控制的可能性 对 否则的话 这事就很复杂 太复杂了 就是我 你想我妈认为说 我把我儿子都能培成这样 你能把你儿子培养成我儿子那样吗 对吧 他心里面一定会问我老婆 但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 因为不同时代 不同的时空环境 这完全不可比 我也不一定是完全我妈培养 那你做这事很高级 但就我的意思 就这件事情呢 就是回到刚刚才那个也是一样的 产权问题 就是说 你刚才说新娘的问题 老娘的问题 产权交割了 但是 你在这个交割的过程当中 做妈的 我花了二十年 含辛茹苦 把这弄出来 给了你 你成为新的统治者 是吧 你是不是象征性的 给个面子也给一下 然后再交割 这个事情呢 其实他就是 可以 可以做这种仪式 还是要有个仪式 对不对 否则说不清道不明 我照看了二三十年的 这么一个宝贝 给了你 当然也可能是儿子 也可能是女儿 是吧 总之 当父母 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另外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不是 你中间 拉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对 这个产权 独立 在他娶媳妇之前 就应该完成 就应该完成 就是我生了你 养了你 然后到某个年龄段 你就是你了 对 你自己拥有 你自己的传奇 对 而父母不能说 我生了你 养了你 终身保持 对你的控制权 那当然 你结不结婚 你找同性 或者异性 或者是你选择赌生 那都是你自己决定 你产权在你自己手里 所以有了这个环节以后 就不会直接一下跳到 你向你儿媳妇交割了 对 是吧 这矛盾就不存在了 对 是不是 是这样 对 说的非常对 就是不是 我不是把我的东西给你 是我看着 我见证着一个独立的人 和另外一个独立的人 你们俩自己 现在有一帮老一辈人的 骨子里的心态 这个产权交割 一直就没有完成 就始终认为 我生了你 养了你 那我永远保持 对你的支配权和控制权 这种人活得 我个人认为很可怜 都累 都累 他不是累 他以累为荣 他什么时候 你居然不给我打电话 不请示 你居然离了我 还能过得那么好 这对我来说 是不可接受的 说他们可怜 是因为他没有自我 他没有自我的情况下 他是处处以 介入你的生活 来体现我的存在感 一旦我无法介入你的生活 你不让我介入你的生活 或是我介入你生活 对你干涉无效 那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然后我就病了 就不自在 本质上还是不自在 就是不自在 所以我们见过 很多健康的老人 活得很明白 有自己的一摊事 有自己的精神寄托 孩子 哇 你趁早 你别烦我了 干干嘛去 你回来看看我 我挺高兴 你不看我 我也不痛苦 所以这活得很清楚 我给你分享个事 就是蔡子忠 蔡老师 说我为徒的时候 说一句话 让我很感动 他说 我是一个没有手机的人 所以呢 逢年过节 你连一个问候 都不需要给我 不需要 哎呀 我当时觉得说 这才是应该有的 长者的样子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 以后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我90岁了 我可以收徒弟的时候 90岁了 可以收徒弟的时候 我一定要跟我徒弟说 你来呢 这是演一下 你愿意在我身上 看到我的失败 我也把我的失败 和各种痛苦 讲给你听 告诉你说 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除此之外呢 都是你自己的事 这个人和人之间啊 最好的这种方式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 什么叫将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并不依附于你 相望于江湖 对 就是蔡老师有一次 在我用小资格 跟我一起去见蔡老师的时候 蔡老师送了一幅画给他 他说我给你画之前 我不欠你的 我给了你之后 你也不欠我的 你也不想 你也不需要说想的还我什么 所以他的付出是不求回报 他只是觉得 我想画幅画 对 恰好画幅的时候 你再 恰好拿着给你了 对 他是不求回报的 对 所以能量格局 第一人是理解不了这种心态的 他老觉得 你 你要干嘛 是的 谈而不自 是为自制 自制 最高级别的 自 最高级别的 有最高级别的乱 就是各种人掺和 我以前讲过婚和阴 婚是两人之事 阴就是家族 家族联姻嘛 姻亲嘛 是吧 所以七的姑姑八的姨 什么大姑姐 什么小舅子 各种东西 参回来 进来以后 我告诉你 而且 这都是 都打着为你好的 名义进来的 当然 就结果是什么 就是治乱 本来是两个人的事 变成两个家族间的事 最后就不可收拾 现在好了 都是独生子女了 再过几十年 都没那么多 七大姑八大姨 没有七大姑八大姨 但是 但是 但是还有亲家 还有亲家 还有 还有单位 还有这个闺蜜 还有这各种各种 乱七八糟的 社会关系 所以你就发现了 他跟人相处 帮助人的这种方法 我们叫王道 嗯 什么叫王道呢 王道就是 我尊重你的主体 你是个主体独立的人 你应该对你负责 嗯 而我只是提供建议 嗯 和必要时的帮助 嗯 什么叫必要时帮助 我们有一种 欺凌霸权的思想 就是 我看你弱 我要帮助你 你就得接受 嗯 什么意思 嗯 你看有个人前面 拿个箱子 然后说 哎 帮你拎 什么意思 就是居高临下的意思 嗯 是吧 视你为弱者 嗯 而我接触的一些文明 稍对高级的啊 族群或者国家的人 人永远强调一句话 knock before you enter 进来之前 求们 嗯 即便你帮助我 应该先问 我是不是 你是否需要帮助 嗯 对吧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就是 就是这种 前提叫什么 尊重 我叫王道 什么叫王道 做主的是 他本人 他的本身 所谓霸道是什么 你 白痴 是吧 你什么都不懂 我来替你做主 强行介入 强行干涉 最后达到结果 不是制止 是制乱 嗯 是吧 所以 这里一个国家 处理对外关系 我看到的一些国家 就是霸道 嗯 就是霸道 我觉得你不对 我上来就要打你 而且我有这个能力 去打你 而且我是以帮助你 建立民主 恢复秩序啊 这所有的冠冕堂皇 那口号进去 进去后结果怎么样 嗯 结果怎么样 所以现在 很多这种地区发展 经济 政治文化的不平衡 加上外部这种 势力的强行介入 就造成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就是家生犯 嗯 一说起来 这个白左的口号 那都非常好的 但是你达到那个状态 需要时间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嗯 然后你 你说那个好 蹦一下就蹦过去 嗯 这都不叫王道 嗯 所以我们终于有句话 叫王道无进攻 嗯 就是没有进处 没有快速见效的 那种局面 嗯 但是大家 追求的都是速效 嗯 速效就是强 强行介入 嗯 你身体有细菌感染了 指望你身体挥护免疫力 把它干掉 不如我直接给你打一针抗生素 嗯 前面我们聊的话题叫用尽分退 你打抗生素的结果就是两个 一个是自己抗病能力下降 嗯 再也就是打抗生素的过程中 滥杀无辜 嗯 就把自己身体里面健康的 有益的菌群也也干掉 嗯 而那个见效慢的是彻底的好 嗯 就是培养起我内部的这种力量 嗯 最后达到了驱走外邪 然后平衡自己的目的 嗯 所以现在我能感觉到呢 就是对于我们 或者对于中医特别信任的人 享受到了这种好处 第一他不贪求那个所谓的速效 其实我们中医也不慢 嗯 是吧 然后呢 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呢 我们能够呃 协助他或者帮助他 啊 回神 然后恢复正气 然后变得更加的强壮 嗯 所以我最近接到一些问候嘛 就是老师 哎呀 徐老师这个 有四五年没见你了 嗯 我一直挺好的 什么意思 你帮助他以后是帮助他 恢复他的自己的生机和抗病能力 然后他就四五年不会闹什么毛病 嗯 这叫王道无进攻 我把他引申一句话叫 王道进无功 嗯 你老追求的时候 我是要要干什么 最后得到结论是打压他本身 嗯 刷存在感的本身就是罪恶 哎 这话谁说的 我说的 梁冬说的 哈哈哈哈 身人无功嘛 身人无名嘛 对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把它通俗化的解释一下 嗯 所以做人做事 我觉得大家 第一发现到自己的偏处 直处 然后争取通过的各种调和 让自己变成了阴阳和平之人 嗯 阴阳和平之大好处 你自处很舒服 别人跟你待一块也很舒服 嗯 就是那句话 就我们上中欧的时候啊 一个剑桥的管理学教授说 他说管理是什么 管理不是make things 嗯 而是make things happen 嗯 not make things but make things happen 嗯 让这个事情发生 而不是去做这件事 嗯 嗯 其实就是谁做主的一个问题 嗯 是吧 对 这个 把他的还给他 今天呢 跟徐老师聊到了这个阴阳和平之人 其实呢 你看道家也好 儒家也好 虽然您对儒家有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啊 但是呢 的的确确我觉得说 他其实都提到了一个 我们中国人在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要期待的一种 完美的人的样子 嗯 身心的那种样子 嗯 平和 自处 依然自得 不具进攻性 让所有人能够共赢 嗯 存在的一种 增量思维 而不是纯量思维 嗯 啊 在容脂上 这个容貌和行为举止上呢 体现出了那一种自信和宽容 嗯 啊 这些呢 其实都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伟大的地方 因为它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嗯 因为有了这种对于美好的人格状态的 描述 我们接受了这些圣贤的东西之后 开始心向网之 当你内心觉得有可能有这种人 并且愿意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那个念头一闪 光芒变出来了 你便踏上了 成为那个更好自己的可能的道路 非常感谢 今天下期要是学习了皇帝内经通天篇的这一段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 动见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这里是国学堂 我是小梁 对面是后普中医学堂厂主 徐文斌老师 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 我们继续皇帝内经通天篇 之前我们讲到了太阳之人 扫阳之人 太阴之人 扫阴之人 还有阴阳平和之人 阴阳和平之人 平和跟和平这个顺序放的不一样 这意思也是差的 嗯 这么说 和是第一 平是第二 嗯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就为了维持一个稳定 或者维持一种平衡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不惜就是去压制啊 或者是去 怎么说呢 去让人闭嘴啊 嘿 他是为了一个平 嗯 但是呢 这叫死平 嗯 就是一坛死水万马其音 嗯 是吧 如果把和放在前面上 嗯 是 允许不同的人 不同价值观的人 嗯 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啊 尽情的各从其遇嘛 嗯 是吧 然后皆得所愿 在这种状态下呢 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嗯 那很多人不理解 就是说 哇 你让他们这个 沿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去走 怎么可能会维持一种稳定 大家记住 有因就一样 嗯 有爱就恨 是吧 有敌就有有 嗯 就是说到家来看 他既然有那么张狂的一面 肯定会自然出现一种力量去 抑制 嗯 抑制他 嗯 是吧 所以天道呢 是损有余意不足 那他就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 去争取解 嗯 最后他 就是说平不是他的手段 而是他的结果 嗯 是吧 嗯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 我说现在很多人说吃素 而且站在这种道德糕点 鄙视链的上端 就比喻我们这帮吃肉的人 我始终认为吃素是修行的结果 嗯 而不是修行的手段 嗯 也就是说你修到那份上 你自然会吃素 嗯 而不是说你疯狂的压制着 我要吃肉的这个肉欲 嗯 把吃素作为一个修行手段 这就错了 嗯 所以和平平和 你看 那个是强行压制 这个是鼓励 是吧 自由绽放 所以平最后是他得到一个结果 而不是他的一个手段 以和制平 嗯 以和制平 至中和 或者是达到一种平 嗯 在开始下一段之前 我们先总结一下 就是 前面对五个人 大家别忘了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通天 嗯 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能量的角度上 去考虑一个人 什么性格 会做什么事 长什么样 是吧 所以他这个通天呢 是跟 就是我们 每个人跟天地的能量的 或者说跟天的能量 地也是跟天来的 是吧 嗯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所以我们上次讲阴阳和平之人 说他叫应时与时变化 是吧 嗯 为什么要与时变化 你的阴阳从哪来的 还是天地来的 哎 不就是天给了地 地给了你吗 是吧 天在变 表现的就是时的变化 周夜的变化 四季的变化 你当然要随着他去变化 另外这种变化 我上次也强调 一个叫应 啊 他什么样 你就什么样 另外一个叫鹤 就是说不要破了极限 是吧 要随天地 随时为变 随与时变化 啊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事做一个总结 时时刻刻不要高估自己 考虑到我们是在这种 天照的之下的能量场上在活动 啊 在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是个蝼蚁 甚至连蝼蚁尘埃都不如啊 不要太张狂 不要以为人能人定胜天 所以把太阳扫阳 太阴扫阴和阴阳和平和阴阳和平啊 放到通天这一个大格局 大事业里面去看啊 就人自然会被变得谦卑一点 谦卑一点 是吧 所以我们上次说那个阴阳和平日 叫尊责千千 我突然想起德文社那个谁 于谦 我们叫人于谦 相认皇后 昨天看一段子说 于谦在那个 澳门德里影帝嘛 哦 影帝 对对对 他演那个什么老师那个是吧 金菊花枪 那是金菊花枪 金菊花枪 然后历史上还有一个于谦 是明朝的一个大忠臣 对 然后他写一首诗很有名叫 千水百炼出身山 烈火分身若等闲 是吧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那个叫于谦 是吧 以前还有个 大如 大如 但是道家有句话叫 忠臣初是国家是乱的 对吧 孝子初这个家庭是不合的 于谦出现的时候 明朝是皇帝被俘虏的 是吧 土木宝之变 是吧 还有一个千 我们上次没讲 就是 千龙有一块玉佩 上面刻了四句诗 是吧 第一句话叫情深不瘦 强疾则辱 千千君子 温润如玉 是吧 你说他的根从哪来 还是从疫情 从挂象 是吧 你看这阴阳和平之人 他为什么说他尊责千千 就是千千君子 温润如玉 谁跟他待一块 舒服 是吧 总结完毕 开始下一章 古之善用真爱者 四人五态乃之之 然后圣者谢之 须则不之 就是 他为什么就从这个里面 讲到真爱了呢 这挺有意思 因为我们介绍了 有五种类型的人 然后告诉他们什么样以后 这时候大家就肯定 对着镜子 或者心里默默想 默一下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就 下一个问题就是 难道我一辈子 就是这样了吗 我非常不喜欢 我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办 然后他潜台词就告诉你 有办法 既然你是被天 这种通天的能量 塑造成了你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借助这种 能量的改变 就能调整你的身心 不仅仅能改变 你长的那个样子 而且能改变你的气质 改变你的情绪 改变你的行为方法 改变你的为人处事 让大家觉得你 有一个被人讨厌的人 变成一个 说大家喜欢的人 所以由此隐身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哇 你是怎么改变我的呢 难道给我吃一什么 金刚大力丸吗 然后说我们说 有非要不了法 就是用真爱 真指针刺 爱是指爱揪 对吧 就是你看这两个东西 没带来物质上的东西 进你身体 但是把你改变了 这说明什么 我们考虑问题是超越物质 是超越物质之上 高一个纬度说这个事 最有意思一件事 就是我在美国行医的时候 给病人扎针 止疼 针刺止疼效果特别好 对 然后病人 针扎进去了 然后起针以后 他不疼了 他就跟我要那个针 他说我看你是针 我说给他 我们都用了一次性的针 然后他看完以后 他说你的针是solid solid就是实心的 为什么是实心的 后面没给业务是吧 因为他的维物主义的 极限维物主义的想法 就是说 你肯定是把一种 能止疼的物质 止疼药 因为现在美国这个鸦片药 就是鸦片类的止疼药 泛滥嘛 最后疼痛没办法 就是打那个止疼 他说你这为什么是实心的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没给我打进去物质 我跟他的解释就是 我们调的是你的气 是内在的这种vital energy 反正他也听不懂 但是你观察任何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它是基于物质的思维方式 您刚才讲的这个vital energy 是哪个vital vital就是活蹦乱跳的 是那个意思 不是因为美国人把汽油 把天然气 这些物质也叫energy 而我们把它点着了以后 那个释放光和热流动的 那个状态叫energy 所以跟他们交流很困难 不光现在跟他们交流 现在跟中国人交流也很困难 所以我们不用物质去改变你 我们通过针刺和爱灸 对你通天的能量一个调节 就能改变你 它的背后潜台词是本质具足 因为它并没有加给你什么东西 对 给的你的东西都是 用你自己内在的阴阳之间 自己去调整 是 我以前老强调一个 那个故事叫田击赛马 五匹马没变 为什么孙并给出主意就赢了呢 调整了顺序 调整了敌对或者比赛的关系 对 关系是什么 又是超越物质里面 因为关系要发生 发生互相能量 就是互相能量有个交换 有个抵消 或者我们现在学化学 要化学界 其实改变的是一种关系 有道理 所以人可以检查出 他每个内脏都是健康的 但是这个人是不健康的 问题是在哪 出在关系上 这五个脏的关系上 篮球队每个能入到NBA 或者入到国家队人 每个人都是好手 为什么组成一个队 有的队就赢 有的队就输 那还是一个调整关系的问题 这就体现出来一个教练的作用 是吧 这五个人都很厉害 在这个教练手底下 他就拿冠军 在那个就是一盘散沙 所以我在小时候始终有一个困惑 就是乐队指挥好像是最没用的 对 我觉得大家都照着谱子拉 是吧 所以说越大越发现 最重要的是乐队指挥 它调整的是每个人的关系 其实关系 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节奏 是吧 什么时候快 什么时候慢 什么时候停顿 这些里面说不清的物质 超越物质以上的能量的问题 关系的问题 都是无形而不可见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话 对这个事就对接不了 我最近在看一些西方的 包括生命3.0 什么这些书 这里面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从古希腊时候开始 有一些哲学家们 倾向于更把世界描述为一个数学方程式 就是数学核心体会的 就是数字和数字之间关系 说像话了 就是合余数数 也是我们古代用算盘 用算筹 是吧 现在我们以前没有计算器 还有最高级的就是新算 是吧 我们出去出国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找零钱 买26块钱东西 那个人就从26开始数 赚多少钱呢 26 2728数到50 最后找你24块钱 中国人在那又说 你找24块钱 那帮人就疯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要找你24块钱 这是美国吧 在美国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就是美国能成为美国的原因 齐名古曰普 上至下云 对 齐名古曰普 高家不相母 不扭曲 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好 这个善用真爱者 四人五态乃至之 你看他讲的是 不是行 不是你这个长什么样 是你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 对 他是动的 你上次提到这个繁体之的态 上面一个能 能 心智能 我们说这人胖 胖不代表笨拙 对吧 有很灵活的胖子 看日本的相扶比赛 我有一个胖成那个样子 但是在场上那种搏击起来 很非常灵活 那叫态 所以我们中医看病的话 一定要看 说这就是笑话 我们肯定要看这人活人 的动态 然后最高级的状态 就是看他的眼神 看神 神态 是吧 所以 如果你有那种困惑 觉得想改变自己的话 可以找一个很好的中医 用真爱的方法 去调整自己 这个痣 就是我们说 第一 它是乱的 是吧 把它regulate 把它回到一种 健康的态 或者健康的状态 这里面我有个比喻 大家可能都玩过磁体 玻璃板上放一堆 这个闸乱无序的这种铁线 是吧 这时候底下放块磁铁 你给那个玻璃板一个震动 突然那磁力线 非常规律 漂亮磁力线就出来了 这叫从乱而至 对 它背后是什么 谁来控制这个事 我现在说叫磁场 是吧 我们中医也认为 人是有神的 这个神是掌握你的 这个物质 气体 液体 血液 这个半固体 固体的这种 形和态 这个神被蒙蔽了 或者这个神脱离了 或者有别的东西进来了 就会导致你形和态的改变 医生在干嘛 医生不是说 一个一个 照磁力线的一样 给他摆好 而是给你一个适当的 某个方向的 力度大小 合适的一个震动 然后呢 真正把你那个 磁力线摆好的 是你的神 是你那个磁场 你那个质的 那个态就出现了 是吧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 取代别人的神 去做事 是吧 甚至有可能会不会这样 就差一小句话 你说那个 他一震动之后 他磁力线出来吧 他还是有个磁场 对他的影响 那对于人来说 是不是这个地 或者这个时间 就是那个磁场的来源 他背后还有东西 就是我们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对 最高级的就是 我们统一称之为 那叫神 他来控制的 他来控制 而且这个 肯定会根据 你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它会有不同的态 就是在这个状态下 它会出现 这个形状的磁力线 它就是正常的 换来另外一地方 磁力线有南有北 是吧 有强有弱 是吧 他会根据时空的差异而改变 但是这个事就是解决最大问题 就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上帝归上帝 凯撒归凯撒 觉得你抢什么样是上帝的事 我凯撒做的事是 给你一个适当的震动 震动大了 他也是更乱 对吧 震动小了 他不动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这个徐凯撒 徐大夫 四人五太乃至之 智呢 就是让他 你看 李渔 智水 他让他处在一种 自然而然的 正常排列状态 就是到都江宴去看 那个都江宴的工程的话 真觉得 就是把天地那个造化 利用到了极点 它就是有点人为 是吧 什么 升涛滩 低作宴 然后到了春天放水时候 又架了一个木架的 然后水往哪流 然后石头沙子往哪流 哇 太漂亮 而且2000年了 太完美 到现在我都觉得 这都是奇迹 但是倒架的东西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产生那种误会 以为我们比以前的人 进步了很多 差远了 我是典型的 进步如稀的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 有飞机 有大跑 有高铁 就觉得自个儿 按道家理论 这种技巧的东西 越厉害 人越退化 这倒是 对 你们说过 那个开 又没有GPS开车 没有导航开车 最后都成特异功能 是的 最强大脑 十年之后的节目 就是比赛 这个人能够不用 GPS回来 可以把车开回家 谁先回来开回家 谁就能上 最强大脑 四人五胎乃知之 胜者谢之 虚者补之 他这个胜和虚 是不是对应了前面的太阳 我们讲的就是阴和阳的多寡 不管阴或者阳 多了都不对 所以我以前说过 叫物无美恶 过则为在 没有好不好 对吧 对谁 什么时候 什么状态下 什么心态下 所以多了 阴和阳多了 我们讲太阴之人 阴太多 太阳之人 阳太多 都不好 什么叫太多的阴 那这个阴也是一种物质吗 阴包括物质的积累 和能量的积累 阳也是有物质 阳基本上是一种 基于物质上的状态 因为阴阳是离不开的 咱不能说这个 其实我上大学老问 这个矛盾跟阴阳 有啥区别 对 老师解释的不太清楚 或者是我太笨了 没听懂 但我后来了解一下 毛和阳是可以分开的 对吧 那扔一个长毛 那扔一个盾牌 他们俩不发生任何交集 阴阳是永远离不开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 一说阴 就是阴一说阳 阴那边有阳 阳那边有阴 是吧 它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 或者形态 甚至温度 是吧 活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状态 判断它的多寡 所以如果它多了 谢之 如果它不足 给它补上去 从真爱两个角度来讲 当然就是说 真里面也有补谢 对 就是我用真 可以补 也可以谢 用爱条 也可以补 也可以谢 但是就真和爱 两个对立起来来讲 一般来讲 爱偏补阳 对 真偏谢阴 当然也可以谢这种火气 或者是阳气 就是我个人觉得 真和爱偏 爱偏补 真偏谢 就是相对 离开任何事 你说跟谁比 什么状态 也说 你单拎出来一个事 没法说 这个很有意思 真和爱 这个各有补谢的 这个侧重 圣者其实和虚者补之 那他这个圣 我们说太阴少阴 太阳少阳 是就和平这个状态 来参考的 是吧 之后他达到一种和和平 你说你阳多 把你阳气泄完了 那就也可能平了 有的人也不得病 对 没有什么发烧 难过疼痛 没有 但是他活就不死不活 古龙的话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不得病 一种是谁谁谁 另外一种是死人 死人 他这能量层次非常低 他很平 他阴阳也是平的 当然那个状态是不对的 再一个强调一点 这个补 因为我们现在都比古人差的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说话非常含糊 这个补有他特定的意思 是补漏洞 对 不是往里面加东西 对 所以我们说 人参未干大补元气 这个身体调营养胃 都觉得 大补元气 那我就吃人参 就不停的有元气 我就死不了 对不起 补元气是补 让元气泄漏的漏洞 而不是往里面加东西 那个加东西叫易 所以是熟地的去补 年稠度高的东西都有补 对啊 都有补 你比如说人参偏补胜之气 熟地偏补胜之音 对 对吧 你用那个仪塘 或者是黄明胶 非常好的补脾胃之气 是吧 你用那个白急 白急有时候打脆 都可以直接做浆糊 它可以补肺 治疗可血 漏筋 鱼标胶 这都是补的 都是粘稠性非常 包括仪塘 咱们那个蜡23吃那个关东糖 其实就是麦芽糖 那一脚下来 你牙口不好都能把牙拔出来 粘性的东西都偏补 再一个就是补好了以后 加 往里面加的东西叫易 是吧 所以他这说的是补 而不是易 真正的易 就得吃粮食 吃粮食 吃药物 那叫易 皇帝约 自人之物太奈何 对 上面就提了一个大的原则 就告诉你 我不用药物 我就可以调整你的这种偏执的 或者偏性的 偏向的这种态 是吧 那具体操作的办法 皇帝就问了 那我怎么弄呢 怎么操作啊 道法术器嘛 是吧 方向啊 给你说好了 技术手段也告诉你了 下面就是操作了 是吧 那下面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 这个少师呢 就说 第一 既然咱们聊的是 第一个叫太阴之人 那么就先来来 说一下太阴之人的 补屑办法 第一 对太阴之人的定性 多阴而无阳 看见没有 无阳 无阳基本上就死人了 几乎无阳 咱不能说绝对 说太阴之人之所以表现出来 那个样子 是因为他的身体里面 阴性的物质 阴含的能量 阴毒的心性 太多了 缺少阳光 缺少温暖 缺少流动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还有个解释 然后再往下说呢 就是说 从物质上来讲 其阴血足 你看他说的层次 第一 从物质层面上来讲 他的阴血是灼的 对 什么叫灼呢 灼就是不轻呗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一化验 说这个血里面 什么血脂高 什么血糖高 就是 还有现在尿酸高 还有各种烂七八糟的东西 胆固唇高 是吧 各种 就是他的血液是污浊的 我加了个污子 人家就说是灼 灼这个东西 它的反义词叫轻 那真正的人的血液 应该是血浆 和里面的血细胞 还有它包容的成分的比例 是应该是健康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去做检查 抽出来血液里面呢 一管子血 可能有半管子是油 就血脂就高到那种程度 对 如果清水的流动 跟浊的水的流动 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清水流的快 而浊水流的慢 清水能够把这个 它在血管里面 它在 它能把细胞里面 污浊的东西带走 就像你洗衣服 你拿清水洗 拿一盆脏水洗 那只能越洗越脏 所以第一个判断 它血液是浊的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许文斌 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另外呢 浊还有一个特点叫沉 那肯定嘛 你里面溶解 或者包容东西多 就导致它的血液 是比较沉重的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第一这种人 给它扎针的时候 不容易出血 第二给它出血以后 那个血流出来的 颜色发黑 而且那个性质 就是很浊 像很含苞的血 就是如潭果血 所以叫 其血是浊的 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还看过一些 这个显微信价 它是很多的 那个血纹细胞 连成一团 对 其实年稠 年度增加了 我们现在研究水 就发现 古人以前讲 水里面是有气的 有活水 有死水 现在是说 里面的水分子 形成一个常链 这种水就不太好 而那种小分子的水 就是溶解度高 活性强 道理是一样的 对 当它一个个独立的时候 每一个血细胞 它能携带的 氧气会多一些 好 那继续往下看 先说完物质 下面就该说气了 多婴儿无痒 其婴血灼 其胃气色 是吧 胃气是什么 我以前讲过 人睡着 为什么要盖被子 就是 其实每个人活着 他身上散发这一种热量 你 从测体温来讲 是这么测的 但是我们的感觉 是每个人身上都笼罩的 自个儿的一层气 身体好的人 这个气就厚一点 这个气场强大一点 是吧 我们以前管这个 到家住这个房子 叫方丈 是吧 一粒方丈 我的气场就能照住它 睡着了以后 气就弱了 这个笼罩在人身上 表面上的这一层 不是物质的东西 叫能量的东西 我们管它叫胃气 叫保卫的胃 胃气是基于皮下 然后再笼罩在身体外面 它有个特点 有点像国防部队 它必须是机动性很强的 什么意思 身体里面 其实人的体表体温是不一样的 你测体温 脑门是一个温度 把体温剂含到嘴里是一个温度 腋下是一个温度 还有我们经常给小孩 检查体温是检查肛门温度 还有人手脚是冰凉的 也就是说 让你身体温暖的这个能量 它分布是不均的 如果碰到危机状况 那应该你的神去调动它 快速反应 是吧 哪有问题 胃气就过去了 这个快速反应 我们用一个字表示 就叫滑 然后呢 你看这个人是什么 色 色的意思是不流利 不流利 缓慢 迟缓 反应 慢慢排 甚至不反应 说明气的流动和血的流动有关呢 相关的 基于那种污浊的血 它只能产生这种不流动的气 或者是因为这种不流动的气 倒入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改变了气就影响了他的血 或者说改变了他的血 就影响了他的气 那是有一个主动方吗 有啊 因人而异了 就是看具体的人 我可以用刮痧的办法 去让你的胃气在身体里面分布的更均匀 或者是反应更迅速 我也可以用针刺的方法 把你血管里面污浊的血一点点泄出来 嗯 然后就是一个是至血管里面是血 我们叫银血 嗯 银是营养的银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埃咎的方法 去调你表面上的一个气 嗯 就下面也会弹到这个点 好 是吧 喂气色 阴阳不合 这就看出来了吧 嗯 看出来是什么了 嗯 他阴阳为什么不合呢 嗯 缓精而后疲 首先这种人 总体来讲 他这种状态 叫阴阳不合的状态 有好多人考中医嘛 就是身胳膊啥也不说 你看我有什么病 啊 很简单 你告诉他 你阴阳不合 气血不调 嗯 中交不转 是吧 肾气不足 是吧 这个阴阳不合 意思就是说 这种人活的一个状态 就是前面给他定性了 就是多阴 是吧 而无氧 几乎氧气都没了 是吧 你氧着胃气 但是他在那儿 根本就呆滞不反应 是吧 那几乎就等于没有位置 所以给他定个性 叫阴阳不合 那阴阳不合怎么办 第一 如果是多了 就要给他去减少 是吧 如果是虚了 就要给他去补充 是吧 所以我们治疗的手段 是什么呢 缓惊而后批 啊 不是 缓惊而后批 是他的一个 是他的一个状态 对啊 知道二战时候 法国人为了防止德国人进攻 建了个什么 建了个防线 叫马其诺防线 对 碉堡 什么战壕 然后底下后面是大炮 是吧 包括古代咱们这个建的那个长城 是吧 这叫有形的物质 嗯 就是我 觉得自个不行 然后我要防备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 我有 强大的 足够的 机动的 快速的 不对 嗯 放在那 你这个匈奴 或者是各种异族 胡人要入侵的时候 我快速反应 你来 你进来 你进来 我就给你包奖子 然后你就不进来 嗯 但是咱如果这个 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快速反应 不再怎么办 就是建长城 就是说 我的气不够的时候 我只能去靠有形的 有形有质的物质 去抵挡外 外邪的入侵 嗯 所以就慢慢的 这种人就长成了个什么呢 长成了一个缓金而厚皮的样子 缓金是什么意思 缓金就是 我们讲 阳气者 金则养神 柔则养金 嗯 你有肌腱 你有那个 筋不是肌肉啊 筋是肌腱 嗯 就是连接肌肉和骨骼的那个东西 嗯 它 必须有 有有 有这个柔韧性 嗯 是吧 需要有阴液的滋润 第一 它必须要有气 这样的话 它活动起来才有力量 嗯 如果你气不够的话 它就是一种 尾和肺的一个状态 嗯 就拎不起来 嗯 所以它筋是缓的 嗯 是吧 然后我刚才说了 它胃气是色的 反应不过来 但它也要活着 要保护自己 它身体本能就会 慢慢的让自个儿的 臭理 闭合 嗯 就干脆 我就不对外开放了 嗯 对 没有别的意思 那美国现在 不对外开放 对对对 闭关锁国 它 是吧 它觉得不行了 然后这种人的皮 又特别厚 就是皮 以及皮下的那个肤 啊 都变得特别厚 嗯 这就是它的一种 代肠反应 代肠反应 然后那个就是皮后 代肠出来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厚颜无耻 就我刚才正想这个事 这个脸皮后 这个事跟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你看太阴之人 做那些事 是吧 下棋沾沾 然后剥夺别人东西 根本一点什么愧疾 一点难过 都没有 嗯 那种厚颜 那种无耻 那种恬不知耻 那一般人做不到 就是一切道德和心情上的东西 都是有物质和生理基础 有物质基础 有生理基础 能量基础 有能量基础 还有结构基础 对吧 你改变了他 然后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你不改变这个问题 他一时被意识左右有所改变 那东西也不持久 嗯 世界观为之改变呢 啊 所以呢就 先给一个诊断 先告诉你他 缓经而后疲 是吧 嗯 不知极限 不能为之 什么叫不知极限 这是个盗中记 嗯 不极限之 嗯 就不能一致 为什么要盗庄呢 就是为了强调 嗯 现在好像把了有古语的 很多地方 还有这种传统 好像山东人 嗯 山东人就说盗庄的话 嗯 嗯 日本人现在也说盗庄的话 日本人说了半天 把那个最后的否论 就放在最后 嗯 你听了半天 你以为他同意了 嗯 没想到他说了个no 所以他是在强调这个东西 就是 不知极限 就不极限之 哎 如果不快速的 把它 放掉 嗯 或者卸掉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就是上面那些心理啊 这个生理啊 行为的异常 他是改变不了 所以对这种